有一个趣闻要向您考证啊 听说这个茅台酒厂的有八十多个武警战士守卫着 这在国内酒类企业当中也是没有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讲一个重兵把守啊 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因为茅台这个价格很高 这有一部分人老是做磨这个酒库里的酒 包括我们包藏车阶的酒 有人要偷 我们自己过去也有保卫库 内保 但是看来卫士尼还不够 所以我们向上面报告 得到上界的支持 后来就派武警来把守 这样的卫士尼讲 像这样的酒库现在我们有四个地方 这个叫下酒库 这个上面看到的那个是上酒库 实际上是一个金库 因为一年一天差不多有三十千万金了 三十千万 那我们现在是一百度美丽啊 两百度天 至于起码十千万了 四千万了 这是一个印钞塔 是个金库 所以无尽保卫 一般这个库房就觉得都是够好了的 够好了的酒 所以这样的有个编号 这个编号呢就是我们为了跟踪这个勾具是谁勾的 什么时候勾的 什么时候品尝 同意出产的 有个编号 那么一般呢 我们生产出来的酒制好 在这个里面要放三年 放了三年以后 这个这里头要经过盘钩钩 钩的 这个然后呢 有一个是检验部门 进行理化检测 活该的采访 另外一方面要进行感官品尝 我们公司有十几个 这个品酒委员 每天都要品酒 这个采集烧书 服装读书的办法 密码电号 有两杯 一杯是标准酒 一杯是性购的酒 超过了标准 或者等一标准 那么就可以出场 当然理化指标 然后每身指标都要符合标准